对因为武术这个 你说那个可能还是人吧 他需要一个气质上的补充 因为之前我跟香港一个导演 唐继礼聊天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就是越练行义拳 因为他也是行义拳的分支 练那个大成拳的 他说越练呢 我就越佩服越飞 因为行义拳是以越飞为宗师 然后行义的那个拳谱九要论 他其实就是金庸写的那个五目一书 这样的有了行义拳 他说他们拍电影的时候 看到一个从蒙古那边来的一个马师 一看知道自己肯定可以打败他 但是这个人扑面而来的气势很强 觉得很难办 然后所以他当时想说 这还是一个马师 如果是当时在金朝的时候 他是一个职业的军人 那是多厉害 而对越飞来说 他是拿步兵来对抗骑兵的 对 而这个越飞传的东西是这个行义拳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说到了这个越飞什么七级光 中国武术的源流 说到这个宗师 他今天来还有一个事是什么呢 撒下英雄铁 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 咱们当然都很期待了 那么如果这个王家卫能够守时的话 那么将要在12月18号 恐怕有点难度 我们可以看到手印 我给你看看他们这个很用心思 这宗师铁 然后你看这个一代宗师撒下这个武林铁 通饼江湖 主要是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 老照片的这个感觉挺好玩 对吧 然后你看这个梁朝伟的叶问 旁边是谁呢 我认为是李小龙 是吧 小孩时候的李小龙 对不对 或者他儿子 对对对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照片了 那么这几年呢 徐浩峰老人 徐浩峰老人 徐浩峰 这发型有点像青年毛泽东 徐浩峰老师呢 他是一代宗师的 你都想不到 他毕竟是电影学院的老师 但他是一代宗师的 武术顾问 他还做过武术指导 我刚才知道 自己的片里面 他自己做武术指导